这是从火爆全网的优秀动漫 不仅故事紧凑人物塑造完美 其独特的叙事手法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豆瓣近百万人打出8.8的高分 有人说他是国漫崛起的希望 有人说他是接近满分的神作 不管是配音画面分进节奏 都被打上满分的标签 他就是魔道祖师 原创耿美玄幻动漫之手 既无限于智 外务非所迁 陈秦初 笛声起 阴兵献 谁人不识一灵老祖为无限 然而身为先门翘楚 本该风光无限的他 却在13年前的伐温大战中惨遭陷害 当时温氏横行百姓生灵涂炭 众仙们亦是合力将其讨伐 魏无限在推翻温氏中立下汗马功劳 但因修为强大遭人忌惮陷害 不仅以轨道为由被世人唾骂 还被护持一生的尸地剿灭老巢 为了防止魏无限夺赦重生 四大家族在乱葬岗布镇百月 最终魏无限亲手毁掉鹰虎府 让世间归于平静 然而13年后 莫家庄的少年莫玄宇 却以鲜血为引肉身献灵 施展献射镜术让魏无限重生归来 当莫玄宇再次睁开眼 却已是魏无限的灵魂 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莫子渊给狠狠抱走 原来莫玄宇乃是金光扇的私生子 一直为身于莫家庄姨妈家 由于出生卑微备受欺辱 在母亲死后他了无牵挂 只想召唤出大魔头复仇 而献祭尽术所招之鬼神 必须完成施法者的心愿 望着手臂上的三道血痕 魏无限深知不完成心愿 就会遭诅咒反噬勇士不得超生 但莫玄宇还未说出愿望 就以魂归大地 无奈的献献只好自己摸索 一脚上去将莫子渊踹倒 也让莫子渊瞬间猛逼 平时的胆小鬼竟敢还手 于是准备上前报仇 魏无限也不惯着他 再次将其一顿暴走 莫子渊落荒而逃 回家找莫夫人帮忙 而此时的莫家庄 因最近老是出现走失 便请来仙家子弟触摸味道 也顺便吹捧一下莫子渊 看能否为儿子结下一段仙缘 当莫子渊回到家后 立马向母亲告状 说魏无限的不是 看着姑苏兰氏的服饰 魏无限为避免暴露身份 将计就计开始装装卖傻 下人立马上前准备将他赶走 魏无限表示要走也可以 但必须得把偷他的东西还回来 他还威胁莫子渊如果再敢偷 就会砍掉他的一只手 最后在姑苏兰氏的劝阻下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 之后兰斯追二人在院中布置招阴器 准备用自身血气引邪碎前来 再用阵法将其除之 见此魏无限在心中嘲讽 仙门世家一边唾弃他 一边却用着他的东西 还真是讽刺至极 夜晚阿童在院中巡逻时 竟发现了莫子渊的尸体 而魏无限就在一旁 他立马将人叫来 准备抓住魏无限 莫夫人得知后悲痛欲绝 抱着莫子渊的尸体哭泣 发现手臂居然是残缺的 再想起魏无限白天的话 他更加坚信魏无限就是凶手 于是扑上去准备为儿子报仇 但兰斯追却将他拦下来 毕竟莫子渊血气干枯 很明显是走势所为 而魏无限为了证明自己 借着发疯的由头将尸体踢翻 露出莫子渊怀中的招音器 原来莫子渊想要利用走势杀掉魏无限 所以故意偷了旗帜 还真是害人中害己 莫子渊死后 魏无限手上的血痕少了一条 证明三道血痕代表三条人命 只有杀掉三人才能实现自由 莫子渊被走势所杀 而招音骑是他发明的 故而让他捡了便宜 与此同时莫夫人依旧是不依不饶 将罪过都推到思追与魏无限身上 就在他大吵大闹时 邪碎突然来袭 直接附身阿童体内 恐怖的鬼手幻化而出 朝着魏无限袭来 思追提着剑上前应战 左手还不断掐着扶咒 直接扔在走势头上 只见走势发出痛哭惨叫 随后便倒地不起 而思追与锦衣也意识到 这次的厉鬼非同小可 在完成赤灵扶阵后 立刻发出信号球员 毕竟面子可没有性命重要 魏无限望着这一幕 默默祈祷可千万别来熟人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手上的血痕居然全部消失 莫子渊与阿童只有两条命 难道说莫夫人也已死去了 突然被杀害的莫夫人起身 实力明显比之前更强 思追二人发现后 立马前去阻止 但鬼手的力量巨大 直接挣脱二人束缚 并一把朝思追抓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魏无限一脚将锦衣踹倒 使鬼手触碰到衣服上的符咒 被这股力量给击退 思追发现衣服上的符咒有用 立刻和锦衣开始反击 将衣服上的符阵展开到极致 随后思追将仙术施加在剑上 并一把插入地下 配合锦衣完成强大阵法 然而下一秒莫夫人发出怒吼 一道恐怖邪气直接冲天而起 阵法也随之被迫 剑此魏无限再也忍不住 唤醒莫紫渊与阿童的尸体 魏两人缓解危机 就这样三名走势开始混战 但莫夫人有鬼手相助 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阿童的尸体直接被她捅穿 莫紫渊也被她瞬间击溃 剑此魏无限陷入纠结 剑死不就不是她的风格 可在出手身份必将暴露 然而就在莫夫人再次攻击时 一道琴声突然响起 瞬间粉碎地面 限制莫夫人的行动 来者正是寒光君蓝望机